歡迎來到文化新生活之家國生活 現在是下半場了 我們有Michael 鄭、Alex Yiu 和Josephine Powell 我是Jeff Michael 你好 我們下半場講什麼呢? 上半場湯牧師很詳細講了 PPE對加拿大疫情的重要性 但很多時候發現很多人用PPE 特別是口罩時用得很不適當時 請Josephine 利用一個視頻 介紹一下正確用口罩的方法或使用 我們看看以下的視頻 多謝Michael 其實很多人戴口罩 戴得不好 他就漏了那些縫隙在臉上 即是保護不了自己 通常那個橡筋鬆或特別長 所以他跌來跌去 現在你的視頻就教你在旁邊打兩個裂 然後撐開了 這個鼻子有一條截線 你便接一接它 那兩個角便縮了進去 如果你看看它再戴上去的時候 就是將臉是沏沏沏地包得很好的 那我還要提醒商機的聽眾 就是眼是另外一個部份 是可以讓細菌入侵的 最好你們可以戴太陽眼鏡 或其他眼鏡保護 如果你真的去一個很聚集 很密集很高的地方 甚至如果是不戴眼鏡 你又不是不習慣戴太陽眼鏡 你可以戴眼鏡的一個薄膠 保護你整個臉 你看看這個 這個面膜是非常之重要的 如果我們每個人都會準確地戴面膜 其實這個是最有效的方法 當然另外我們要服從限聚令 以及保持距離 大家保持最少六斤的距離 以及經常洗手 因為我們加拿大的經濟已經有少少下滑 如果有可能 盡可能買加拿大出產的 好 讚 多謝Jocelyn 詳細明白解釋 講到疫情 我知道Jab準備了一些材料和資料 想跟我們分享一下 Jab,我把時間交給你 多謝 我剛才跟大家分享了 在英國那邊 他們其實有一個Alert Level 由1至5 5是最嚴重的 他們剛剛由Level 3 然後提升到Level 4 其實這個意思代表什麼呢? 基本上英國人的警惕性就高了 而Boris Johnson 他將會明天星期二宣布 英國人星期四時 全部要10時就乖乖地回家了 所有的酒樓、Pubs 所有的Hospitality 是否比Sinderella早比Sinderella 早比Sinderella 早比Sinderella Sinderella12時 等下10時還要回家 沒錯,有一個Curfew 不可以再出街就要回家了 這是英國人的警惕性 我想看看加拿大人的警惕性如何 我看到上星期9月8日 Ipsos Read 和 Global News 一齊做了一個 Survey 這個其實是 Global News 叫Ipsos Read 幫他們做的 訪問了一千個加拿大人 你看到畫面 就說有75%的加拿大人同意 如果真的我們有第二浪來的時候 Shut down 他們是同意的 而那75%中間 其實有37%是Strongly Agree 然後38%是Somewhat Agree 你要記住它是Stop Non-Essential Business 嗯,知道,沒錯 但是竟然有25%是Disagree 其中是9%是Strongly Agree 然後15%是Somewhat Agree 其實你可以說有9%的加拿大人 在那1,000人當中是Strongly Agree Sorry,是Strongly Disagree 反對 然後有37%out of那1,000人是非常同意 其實是同意的人多於不同意 我想問問你們怎樣看這個 Survey 阿玲呢?阿玲怎樣看? 其實這個也是很正常的 因為很戴口罩的大約七成人 當然可能到七成五都未聽 所以跟比較合作的那一班 似乎是互相呼應的 我覺得是合理的答案 那三成人始終我們都要解決 兩成半的人 沒有辦法 可能他相信 不如他相信 他不如發展疫苗系統 他不如發展疫苗系統 有很多人相信這個 就像疫苗一樣 有很多人不想打疫苗 這是一個標準的社會 一個標準的社會 我覺得是合理的 謝謝阿玲 謝謝阿玲 那你再問問 看完這圖表之後 對不起Michael 你先說 我看完這圖表之後 看完這圖表之後 我馬上會想起一件事 就是 最近這次 例案病例大陸上升 就說 很多四十歲以下的年輕人 出來開派對 而剛才你看到 有些人是非常強烈的 都不知道 是不是真的有些年輕人 真的很頑皮 不相信 不認為需要閉嘴 所以要出來派對 要出來派對的話 如果有這班堅持 要出來派對的話 只要繼續在社區 面感游疫的話 我們的疫情 是很難會互惑到的 看來是這樣 就是和你提出的 所表達出來的 我提出了一種感受 你怎樣看這些 如果真的有什麼部分人 又不同意 又出來派對的話 疫情好像很難會滅絕 OK 我用一個方法去回答你的問題 基本上 年輕人一浪的時候 他們覺得自己 不關我的事 這是加拿大其他人的問題 不會發生在我自己的社區 也不會發生在我自己身上 Ipsos 3 和 Global News 在9月18日 提出的1,000人之中 第二個貼身問題 就是你會否覺得這個疫情 會影響到你自己的社區 而還有一個評論 究竟你作為一個加拿大人 會發生在你自己身上 首先回答這個 如果年輕人以前不覺得自己會受感染的話 今次在那1,000個加拿大人當中 我不知道有多少年輕人 但有76% 其實其中有24%是 strongly agree 53% 在Ontario 起碼 就是 somewhat agree 就是說 今次如果是第二次 Hit的話 基本上 會是 我自己的community Ontario 有78% Alberta 似乎最高85% 的人 就是說 今次如果第二次 第二波來的時候 是會關我事的 另外這個 slide 就是說 有64%加拿大人 Out of 那1,000個 其實是說 自己 personally 真的很怕 今次真的可能自己會感染到 我不知道那1,000個 sample size 裡面是有多少個年輕人 他說基本上 全部是18歲以上 才被他 survey 到 但其實都包括了Michael 剛才你問的 年輕人我相信 今次隔了這麼多個月 我們加拿大政府做了這麼多宣傳 以及他們自己看到 他們家人的老人家 或者朋友子病 他們今次真的知道 哇 其實這個疫情 不是真的老人家 或者成年人的病 其實他們自己二十多歲 都會受感染 我希望這個回答到你的問題 Alex 如果你看到目前 情況很嚴重 今天 多倫多市警察局那邊說 我們加強執法 是不是真的回應 所 我們這些人憂慮 就是說 年輕人出來再wack的話 將疫情嚴重化的時候 逼到警方或有關部門 一定要採取一些相關嚴厲的手段 而這個手段 這兩者 其實 其實這個 其實這個 這也會不會太遲 我不知道是不是太遲 始終在社會裡面 一定有standard bell curve 一定有幫人抗拒 幸好我的小孩 他們都是年輕人 他們那一班有discipline 所以沒有這樣發生 但是他知道很多朋友 都會走出去wack 因為荷爾蒙的問題 大家很明顯知道 這件事 食息性也處理不到 所以始終是一班人 是會犯規的 但唯一你說可不可以執法解決呢 我不覺得是一個最好的方法 但紐約曾經有一些守規矩 那些叫做ambassador 是檢查人有沒有戴口罩的 曾經有一個黑人不肯戴的 要八個ambassador走去 按住他才拉出去 但如果要用嚴峻的方式 我覺得在加拿大 是必須受社會接受的 所以其實最主要我覺得 就是反而遊說令那些人 就是convince他們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所以其實我覺得curfrill 是一個挺好的做法 阿朱宋斌 我知道你長期在missargy 在這次安傘裡面 突然間的個案彈性 又是那三個重災區 那三個重災區 包括了missargy 換知是peel vision那邊 其實peel vision那邊 你知在觀察所得 那些民眾是否相對來說 是沒有那麼警惕呢? 所以令到那個案例突然大聲了那麼多呢? 是啊,你說得很對 其實今天有425個新的案例 但Pill佔了108個 York只是38個 Toronto也是113個 Pill佔了108個 在香港人口比例來說是很高的 但是我們 就是我們那個 如果看過去的報告也好 是有息的族裔 就是他們的感受率是高的 可能他們對口罩抗拒 或者是他們的清潔 做得沒有那麼好 而我們 Pill呢 是那個visible minority 是很高的 其中就是 南亞裔 然後就是黑人社區 我們唐人其實是比較少的 不過 我們的e-station是很低的 這是一個問題 回到你們剛才說的年青人的問題 就是 其實年青人已經發表他們的不滿了 上個週間他們有百多輛車 集結了好像Hamilton 就是那些五夜飛車那些 整班人都去了那裏 OK 就由Hamilton的警察 OPP 以及Pill警察去了 因為他一個Hamilton的警察 他搞不成功了 他們要他們解散 結果 那天應該是第一還是第二天 開始罰款 結果呢 在這麼多警察上到也好 一張告票都沒有給他們 那算是一個警惕 我希望他們知道 珍惜以後的機會 是吧 因為我們要教他們 就是你戴口罩 不只是為自己 是要保護你的家人 你的鄰居 你的好朋友 還有我覺得年青人 他是不知道 雖然他說 現在我們大家都說 三分一染病的那些是年青人 他有些是發病 要他入醫院 但是那個成數都是少些 但是我們應該宣揚一下 如果他發了病 是怎樣的情況 其實很辛苦 我看了一些故事 譬如那些人說 他是怎樣 逐個程序加上去 的時候 他會呼吸困難 還有他康復了 康復了 康復了 已經有很多Scar Tissue 以後 他的呼吸 其實都已經是有損害 所以其實 應該是防範 患病 性的醫療 所以其實年青人 都應該提高警惕 其實 上一節也提過 安省政管要求聯邦政府 加大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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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換言之 在聯邦政府的層次裏面 他要付更多的赤字 甚至累積了國債的話 Jeff 你除了在股市方面 你對經濟方面 都有一定的觀察和研究 如果真的聯邦政府 加大對省的幫助 包括安省 你個人認為 對加拿大整體經濟的財經狀況 對政府的負擔 帶來什麼影響 你有什麼建議 有什麼看法 有什麼建議 我一向都很贊成加拿大 派錢給有需要的人 我們也討論過很多次 當政府是給錢加拿大人 和不同的生意 他是有目的的 Michael 記得 其實你在三機也說得比我好 就是說 要將加拿大的經濟重啟 以前我們 初初開始的時候 因為不太知道 究竟什麼人會受傷害 所以我們看到 加拿大政府 做一個short gun approach 所有人都是派錢 譬如CEI 每人都有兩千元 然後就慢慢收窄 有些sniper approach 幫助不同的事業 而我想 剛剛聽到上個星期 就是說 Justin Trudeau 做了一個是幫助 Black Entrepreneurs 當然 只是Black Entrepreneurs 才是需要幫助 我們做過很多不同的survey 政府做了不同的survey 都知道很多不同類的人 是需要錢 但是如果人人 在最後都是需要拿錢的話 那加拿大沒錯 債務現在也開始提到 就說越來越厲害 但是暫時在未來幾年 低息的環境裡面 都暫時的負擔不是太大 但是我贊成是繼續付錢 直到我們 例如跌落地下 那些生意能夠 能夠站起來之後 站起來 然後開始走 而可以走回 然後再起飛 才有這樣的能力 可以幫助加拿大 去制動經濟 而幫加拿大還錢 如果我們現在 我相信 這個比喻就是我們 跌了 但是站起來 但是開始慢慢走 未去到跑的地步 而加拿大就停止幫助加拿大人 反而我們就花了錢 但是沒有了一個後果 而我們需要的後果 就是說你和我大家都可以 去回以前疫情之前的生產力 更加高 才可以給多些稅 交回加拿大政府 等加拿大政府還債 所以未去到那個情形之下 我覺得我們暫時不可以停 Jack做了很好的分析 阿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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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三 我們努勞政府會公佈施政報告 在疫情嚴重化之下 而我們國債和赤字都上升的話 你預計在星期三的施政報告裡面 如何平衡經濟和疫情之間的關係 你預計到星期三 會有什麼結果公佈出來呢 有什麼想法 政府會提出來呢 這個 這個Crystal波都很難處理 我就這麼說 因為他較早兩個禮拜前 那個第二段階段就沒有那麼厲害 是的 他探了口風 他說可能我們要新的經濟 新的方向 每個人都選擇 可能是re-distribution of wealth 意思就是在 wealth的人 就是海盜 或者也可以說 Green Tech或者Innovation 都未定 不知道那個方向是怎樣 但是上個禮拜 轉了口風 要先搞定COVID 所以即時有班PM 不是PM 是Premier 說要增加那個health transfer 去到35% 那這樣東西 我想health transfer 一定會increase 因為加了health 那個cost 很大 所以一定會加 但會不會加到到35% 我不知道 可能增幅是6% 一定會有 是吧 應該不會是21%到35% 而是21%到27% 然後再給一些one time的錢 這個會有可能的 至於今早 我上半場也有說 有一群long-term care 就可能吵 或者接下來疫情 second way fair long-term care 是很不行的 尤其是 private health care 所以有可能 我覺得我都說過 也有可能發生的 就是universal long-term care 但是那個可能 疫情突變的時候 他可能這幾天的閉門 會要retreat的時候 馬上調整施政部 那邊一些方針的方向 會不會這樣 是的 他一定會 還有我還沒回答你 說錢那樣東西 是 其實加下 就是上次343個billion的deficit 就是CRB 令到我們的國債 去到49% 其實我計算過 就不止 應該就去到67% 那可能 他因為這個second wave 他可能也要套多些錢出來 為什麼套呢 就不希望令到有些人 就是好像有個報告說 C.J. Harvey說 有四成人是騙錢的 就是C.E.O.B.那些錢的 那我不希望這件事再發生 那希望盡量 就怎樣create job growth 怎樣製造一些innovation 去green tech也好 新hi-tech也好 我覺得要做的 謝謝 Jack和Josemine 你對於Alex所說 真的要創新性的行業帶動 譬如 我提過 green economy 綠色經濟 會是未來發展的新的方向 一門知你們怎麼預計 第三 道理政府有什麼解釋出來 解救一下疫情之餘呢 這個經濟也可以推動到呢 Jack有沒有說 對 我覺得它在那個 就是在那個 climate change那裏 可以做一些事情 現在我們有這麼多年輕人 是沒什麼做 就算一點點收入 好過沒有收入 我們之前最簡單的做,不要說貴的那些 說要給了一千萬元的樹 這個是可以在明年的Spring的時候請學生去做 因為今年的V program 其實半六小時是停頓了 因為醜聞關係的時候 其實那個V program 是好事來的 因為你給10元一個小時,其實是低於最低工資給學生 學生亦都要跟各個社會接觸 而且他亦都要賺少少錢給他幫助、他的學費 我覺得這樣是要做的 我認為那個施政報告很主要都會是 去支持女士回復在經濟上的 這就是日託的服務 日託現在來說是要一千元以上一個月的 如果你有兩個小孩的時候,你是二千多元個月 很多人就說我不如留在家裡,但其實有時是浪費了他們 亦都是有些女士都會喜歡做少少都好 我出去做些事,然後有些日子放些小孩在過日學上 我覺得這樣是回復經濟是一個很重要的 但你說全部免費?還是一半免費?還是三分之一免費? 那他就要計算那條數 因為為什麼呢?好像Basic Income 一樣 如果任何一個Benefit 是長期的 你要計算到數,是否可以支持下去 連覆一年對經濟的影響 但譬如說你現在這樣,就算我們二千元一個月 我們知道是點期性的,那我們可以支持 剛才回應 Alec 說很多人犯了規 他不需要二千元,他都申請了 其實政府是有很多律師和工作人員 是檢控這些人的 如果我們有證據,好像我以前的疲區 我們有十個律師以上 也有一個部門的同時 是那些人申請經濟援助 假證據或者是不需要的 我們是取得到公司的 我覺得應該是要給民眾一個訊息 你們不要盡量 真的不要將需要的人的機會 我想加插一些資訊報告 Josephine說了universal child care 可能都會來 NDP有提過 可能未必是一個full-brown 同樣是universal long-term care 但他一定有inter-term solution 因為這些要提出 其實Green Tech 為什麼我可以這樣說 我覺得有範圍呢 因為有兩個元素 第一個元素呢 就是加上油 就跌得很慘 因為落下了之後 那個consumption 是少了一半 所以呢 其實Alberta沒有什麼選擇 知道轉型呢 它是要轉型的 那現在講到這個Green Tech的technology 全世界講到2.5個trillion的industry 但是最主要呢 最大的錢呢 就是renewable energy 在waste management那裡 就比較少一點 但是我們會開發 zero waste plastic 那樣東西呢 就要用這個extend manufacturer warranty 那由開波 manufacturer這塊 那時候的plastic product 要知道怎樣處理 怎樣recycle 怎樣直接到它是disappear 那這個是一個很大的innovation 加拿大可以創造一個新的innovation 但是Alberta oil 算過5點 其實大家要考慮renewable energy 那這個應該是一個重點的大方向 但是綠色經濟 很多時候被批評就說呢 那個時候 未必可以應付到那個危急的情況 因為現在呢 要救火嘛 是 救火的話 為什麼不立即要做一些馬上有成果 馬上有成績的事情 而走去做綠色經濟呢 是要比較長時間 比較多錢投入 才能取得到效益的話呢 所以就說 退了辭職的幕內 聽說在內局辯論這個事情裡面呢 它不是那麼支持綠色經濟 因為 我想補充這裏 因為如果你說到renewable energy 牽涉到infrastructure 其實挺大的改變 所以甚至日本 它沒有了nuclear 因為2011年的時候 禁止了之後 它其實沒有了GHG 那樣東西 所以其實這個是一個大方向 我不覺得它即時可以改變 但如果你不改變 你油已經先帶彈 所以其實 尤波泰應該是沒有選擇的 Jeff 你對綠色經濟這件事 你有什麼看法呢? 因為加拿大發展綠色經濟這件事 暫時在這個地步 都是要扔錢下去 沒有回報 但如果不扔錢下去 將來也沒有回報 但是不是現在一定要在我們 這麼大的deficit的情形之下 去扔錢下去 我有一點反對 但我也很好奇 想知道政府的想法是如何 究竟它想著幾多年後才會有回報 是不是可以延遲這個計劃 這些問題我不知道 將來會不會有機會問到我們的總理 而它也會怎樣回答我們 但我想這些是計劃 你的意見一定要開始 你不設定一個大方向 很難處理 尤波泰最初跟你說油 但明知油已經是滯了 你是看時間表 是時間表的問題 很多事情 譬如說他還有四年的時候 他可以一個個階段來做 我知道 Christina Freeland 他的軍師 就是Paul Martin的以前財政部長 也都是前央行行長 他教他要記住一件事 就是如果你是花錢 你一定要賺錢 你一定要有一個源流 支持你的花錢 因為這個行長現在很喜歡綠色經濟 他跟他談了一段時間 究竟最後他們都會懷疑 究竟Justin Trudeau Justin會不會賺錢 我們就要看星期三出來的報告 時間夠了 今天就講到這個 好嗎 多謝Jeff 多謝Alex 多謝Josephine 多謝 拜拜